魏无羡,凭什么? 蓝旺基,魏英 随即看向门声道 请叔父,薛阳,大师兄 我们给师父师娘传讯吧 聂怀桑,阿英,你放心 我也叫我父亲母亲来 魏无羡闭了闭眼道 行 蓝启人来了 看到躺在地上吐出来一口血的姜婉吟问 旺基道 旺基,怎么回事 蓝旺基将事实始末告诉蓝启人 蓝启人,姜婉吟 谁人不知 魏常泽与藏色 早已是散修加入慕容家族 成为大长老 你母亲胡搅蛮缠出言不逊 倒是交出了你这种儿子 胡乱在外造谣 数字 蓝启人两封书信 分别叫了慕容家族 与云梦僵士的人来 姜艳离扶着自家弟弟哭泣 祈祷 这位公子 你怎可对家地下如此重的手 魏无羡瞥了姜艳离一眼吃笑道 呵,姜艳离 我建议你最好到旁边闭上你的嘴 要不然我连你都打 孟瑶 呵,姜姑娘可真是卖得一手豪惨 谁人不知 你弟弟辱人在先 我师兄动手在后 你若在歪曲事实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薛阳拿着降灾挥了挥 对着姜艳离道 在我这 可不是说你是女人就会有什么特权的 聂怀桑也是不打女人的 但是看到姜艳离这种 她不是很介意自己打女人 毕竟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自己打了 还怕脏了手呢 蓝旺基沉默不语 但是也看不惯姜艳离如此颠倒黑白 姜艳离见他们如此 便也不说话了 在蓝老先生传讯前 聂怀桑就给自己家里传讯了 薛阳也给慕容家族传讯了 最早来的是聂家的人 聂宗主 怀桑 阿英怎么样了 聂怀桑 阿爹 阿英没事 就是气红了眼 魏无羡 聂叔叔 聂宗主 阿英 乖啊 聂叔叔来了 魏无羡点点头 聂明觉随后进来道 怀桑 阿英 你们没事吧 聂怀桑 大哥 江婉淫欺人太甚 魏无羡那那道 聂大哥 聂明觉气得火冒三丈 真没想到自己的弟弟居然这般被人欺负 孟瑶 薛阳 聂大哥 聂叔叔 聂宗主 聂明觉 阿瑶 阿阳 你们没事吧 孟瑶摇摇摇头 我们无事的 薛阳 就是想割了江婉淫的舌头 谁能告诉他们 为什么阿阳会有这种想法 明明大家都和蔼可亲啊 阿阳哪里学到的 聂怀桑 阿爹 大哥 等下那个江峰眠来了 你们一定要给阿英做主 聂宗主 怀桑 江峰眠再怎么样 也算长辈 不得直呼姓名 聂怀桑硬气 才不要 谁家宗主做得像他这般窝囊 谣言都止不住 分明就是故意的 散播谣言诋毁为叔叔和藏色仪 我干嘛还要对他礼貌 他配吗 聂明觉文言点点头道 阿爹 我觉得怀桑说得有理 聂宗主 那就依你们吧 江城这时倒是清醒过来了 听到聂怀桑的话 直接运用灵力 拿起剑就是一次 直逼怀桑 聂明觉拿起霸下准备防御 只见一把剑直逼江城的剑 将其打飞落至江城的大腿刺入 仔细一看 原来是魏英的无忧 江城痛得大叫 魏无羡 魏无羡 冷眼看着江城冷冷到 再有下次 刺的就是你的脖子 聂宗主 江家小儿 居然敢对我聂氏二公子出手 欺人太甚 聂明觉 江婉淫 你敢动我弟弟 孟瑶 暗箭伤人 真是卑劣至极 薛扬 信不信本公子砍了你的手 拦起人 江城 你居然下杀手 江艳离看到全过程 知道是自己弟弟先动手 但是是聂怀桑出言不逊 不全是他弟弟的错 便道 若不是你们出言不逊 我弟弟怎会动手 魏无羡 江艳离是吧 要是说我们是出言不逊 那你弟弟就是恶毒至极 我对他动手 也是无可厚非 我建议你 最后减少你的存在感 别挑战我的底线 孟瑶 怀桑所言皆为事实 我记得你们云梦江氏宗主夫人 自称于夫人 莫不是你云梦江氏宗主 入赘了于世 那可就不能称他为宗主了 应该是上门女婿 薛扬 据说江丰眠和余子渊天天吵 你说江城和江艳离该不会不是江丰眠亲生的吧 孟瑶 阿阳所言极有可能 江城 你们 居然敢造谣我们云梦江氏 江艳离还请向我们云梦江氏道歉 魏无羡似乎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 冷冷看着江艳离 你以为你是谁 孟瑶 江姑娘还真是会胡搅蛮缠不变是非呢 把你母亲的性子学到五成 把你父亲的懦弱学到五成 嘖嘖嘖 薛扬 时成时的小蜘蛛江城和五成的小蜘蛛江艳离 嘖嘖嘖 真不愧是姐弟 江艳离看向蓝启仁道 蓝老先生 我们可是来你姑苏蓝氏听学的 如今受到这种委屈 你姑苏蓝氏不管吗 蓝启仁 江艳离 你云梦将是来到我蓝氏便屡次犯我蓝氏家规 你们姐弟先出言不逊 反而还装成弱者 是把我姑苏蓝氏当作傻子吗 你们如若不愿 可让你们父母带你们回去 我姑苏蓝氏 教不了你们这般虚伪的人 江艳离白了脸 江城 不学就不学 谁稀罕 蓝启仁 西沉 蓝西沉 既如此 还请你们等会直接离开 江城 等我娘来了 给你们好看 蓝启仁 哼 我等着 蓝旺基还是站在魏无羡的旁边 魏无羡不解道 蓝湛 你不回你叔父那边吗 蓝旺基 我陪你 魏无羡 行吧 那你就待着吧 蓝旺基沉默不语 蓝西沉诧异地看了看自家弟弟 旺基怎么回事 为何那么在意魏公子 莫非 魏公子是旺基的挚友 那我得保护弟弟和魏公子啊 这时 魏长泽和藏色散人 慕容小小来了 魏长泽 斜杠藏色散人 慕容小小 阿英 魏无羡 我没事的 慕容小小见阿英 确实没事也放下心来 拿起扩音符 往天上一放 方圆百里都能听到 而魏长泽与藏色散人 则看向江城和江艳离 藏色散人 你们就是与子渊那泼妇的儿女 江艳离 这位夫人 请尊重我云梦江市宗主夫人 藏色散人 尊重 她都没尊重我 我凭什么尊重她 江城 你敢骂我娘 你个狐狸精 藏色冷笑 直接割了江城的舌头道 看来和你那不要脸的娘 是一个德性 你真以为我好欺负啊 江城痛到发不出声 江艳离在一旁着急地喊 阿城 藏色散人 本来呢 长辈不会轻易 对晚辈出手 显得以大欺小 但是你们云梦江市不休口德 还辱骂我至此 我当初放你们云梦江市一马 倒是得寸进尺了 魏长泽 如我 如我夫人 七吾尔 我与你们云梦江市不死不休 这时江风眠和于子渊来了 于子渊直接甩出子殿 直逼藏色散人 藏色散人拿浮尘抵挡 用灵力毁了子殿 子殿已毁与主人断了联系 于子渊直接吐出一大口穴道 你敢挡回我子殿 藏色散人 我有何不敢 江风眠 你们毁我内子法器 是不是太欺人太甚了 魏长泽 欺人太甚的一直都是你云梦江市 我早就脱离你们云梦江市 还以家仆称呼我 我何时是你江家家仆 我助你平定叛乱 说句不好听的 你云梦江市一半都该属于我魏家 我不与你们计较 你反倒得寸进尺 谣言不清 还欺辱我夫人于我 你是不是以为我真不会动手杀了你 江风眠 常泽 你是我兄弟 魏常泽 少拿兄弟二字来恶心我 你可不是我兄弟 藏色散人 谁要是当你兄弟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于子渊 家仆就是家仆 不姓江 不是家仆是什么 藏色散人 你的意思是 你们江家除了你一家四口 都是家仆 于子渊 自然 藏色散人 我说 于子渊 你未免太自信了 于子渊 你什么意思